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。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 王一博的保镖,陆寒的保镖,蔡徐坤的保镖,看到周杰伦,黑社会老大。 要知道现在的明星还是有很多的,明星为了出行安全,也会有自己的专属保镖的。大家都有见过明星的保镖吧,场面还是很壮观的,不妨让我们去瞅瞅了。 首先看到的这位就是王一博,凭借蓝忘记一脚走红的,之后资源也是越来越好,现在的人气也是很多人羡慕不来的。 他出行也有一位强壮的保镖,主要负责他的安全,伸试手,还是蛮贴心的吧。 然后就是陆寒,是一位长相很清秀的男孩,出道以来也是捐了不少粉,不仅拥有超高的颜值,才华也是很出众的。 这位男孩在出行的时候身边就有很多的保镖了,围在他周围,气场还是很强大的嘛。 眼前的这位就是蔡徐坤,曾经在韩国做过练习生,凭借自身的实力,也从中脱颖而出了。 如今的他也有了不少的粉丝,在出行期间,他的保镖就很给力了。 人高马大,有些不敢惹的样子。 最后的这位就是周杰伦,说到这位明星大家都是很熟悉了,他本身对音乐也是极有天赋,现在演出费或者拍摄广告就是天价片酬。 而他出行的时候也有自己的专属保镖,其中一位保镖负责打伞,看着驾驶有点像黑社会老大。 巨大师的目的这位明星大家都是传闻的。 而,他的保镖带负责机今天就没聘用在里面。 他就等了他的声明,但我会有点像黑社会老大,有媒体的特徙的教育的病人。 感谢观看